女人在半夜里 发了风势的到处敲门 没人知道他想要做什么 然而就有一家好奇的租客给他开了门 两人经过一阵缠斗 女人竟被租客的儿子给反杀了 然后跌落到炭火中 警方立刻对此展开侦查 由于死者脸部被严重烧毁 而且档案库里也找不到他的身份信息 警方只能让仿生人公司介入调查 不过奇怪的是 侦查员承诺关注重点 根本就不在死者身上 这小儿什么表情啊 即便心智再成熟 也不至于这么平静吧 这就是宋威龙的新剧仿生人间 他认为小孩很可能是仿生人 随后几人立刻抵达酒店展开调查 据其他的房客所述 当晚确实有一个疯子到处敲门 不过听到他们的声音后 就直接离开 好像是在找些什么 在之后就听到一阵吵闹的动静 如果按照房客所述 那么这个疯女人 应该就是通过声音 来辨别这对母子的方位 如此说来 那受害者肯定认识这个女人 不过奇怪的是 他们在问询这对母子时 却一问三不知 这加倍了侦察员承诺的好奇 回到单位后 他开始反复观看酒店的监控 虽然看不清楚女人的样貌 但是监控里的录音 却非常奇怪 这里两段的声音重叠了 或许是想到了什么 他马上找到房客陈兴慧的儿子 但不管如何问询 男孩始终沉默不语 由于承诺的问询方式过于激进 引得陈兴慧非常不满 因为他们把男孩 纳入了嫌疑范围 两人在查案时产生了巨大分歧 没办法的演进 只好请来心理医生对男孩 进行心理疏导 但依旧没能撬开男孩的嘴 而另一边的承诺 却通过电话记录 发现陈兴慧的秘密 上面显示三年来 他的通话记录里 只有男孩的老师 更奇怪的是 他和身边所有亲戚脑败 而通过试检报告显示 死者肌肉萎缩营养不了 并且长期服用之患类药物 所以死者应该就是孩子真正的妈妈 承诺立刻带大批警方 到男孩家中搜查 果不其然 他们在男孩家中 男孩原本的母亲 由于工作繁忙 根本抽不出时间来陪她 索性就像马斯克定制了个 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仿生人 来照顾孩子 没曾想 仿生人竟不满足于 只做一个替身妈妈 于是便偷偷给陈兴慧下药 然后和所有亲戚脑败 再变卖资产来掩人耳目 就这样三年过去 或许是刚好他们度假这天 因为停电导致地下室的门 自动打开 所以才让男孩的亲妈溜了出来 不过奇怪的是 这个仿生人既然那么爱方圆 现在又能跑哪里去呢 男人为了讨好妻子 每天对着镜子练习微笑 可即便如此 还是遭到妻子的嫌弃 本以为是妻子太累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妻子竟然在白天 还故意勾搭别的男人 到了晚上还把人带回家里 然而这一幕 都被男人中的监控记录下来 看到这一幕 他立刻往家赶 好在及时到家才没戴帽子 可奇怪的是 男人不仅一言不发 甚至还被侦察员承诺挑衅 男人只是冷笑了笑 然后很默契地回应了妻子 没曾想 承诺更加变本加厉 他之所以这样 完全是因为一起离奇的家暴案 案件上显示 女人在两年前天天遭到家暴 可这几年丈夫不仅性情大变 甚至就连妻子夜不归宿 都不闻不问 这显然非常奇怪 侦察员承诺认为 他现在的丈夫 一定是马斯克售卖的机器人 所以便马上展开侦察 果不其然 在看到他丈夫的反应后 便验证了承诺的猜想 不过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他们只能假装先行离开 然后再趁他们放松时 再偷偷溜进去寻找线索 随后他们在女人的工作室里 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好在警方及时赶到 见已瞒不下去的两人 这才将真相缓缓揭开 两年前的某天 女人出差回来 恰好碰到丈夫正在跟别人快乐 这让他十分恼火 不管丈夫再如何解释 他都要丈夫滚出去 没办法的丈夫 只好不停地求他原谅 就在两人争吵时 女人再也忍不住打了他一巴掌 这直接让丈夫暴怒 看女人就要被掐得窒息 在情急之下 他摸到一旁的刀叉捅了上去 这才让自己缓过进来 可反应过来的丈夫 就像疯了一样想要掐死他 由于疼痛冲昏了头脑 导致最终被女人捅烂了双身 随后他将尸体拖进浴缸 用强力硫酸将尸体销毁 等一切处理完后 剩下的渣子埋进了艺术屏里 为了不被旁人所发现 他又到黑市里定制了个仿生人 本以为这样就能神鬼不知 虽然说他是按丈夫一比一制作的 里面程序设定也是无条件对他好 可谁知 假的根本不能填满他内心的空洞和不安 所以只好整夜宿醉 用酒精麻痹自己 没曾想被侦察员承诺给识破 到底是怎样的变态 才会在每次杀人前 把作案现场精心布置一番 然后再将受害者裹成人鱼的模样 没人清楚凶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但就从凶案现场来看 很显然死者生前是活的 被人折磨后绑成这副模样 作案手法可谓是残忍至极 由于凶手并没有在现场留下线索 侦察员们也只能断定 这是起连环杀人案 其余的就在没有任何头绪 突然侦察员承诺发现了其中的共同点 他们都跟老杰有关 也就是这一查 查到了个自闭的画家 他也喜欢画这些符号 只可惜他不是凶手 据他妈妈描述 他很有可能是看到了案发现场后 开始模仿凶手的画作 从而找寻创作灵感 突然细心的安秋在垃圾填埋场 发现了个关键的线索 承诺认为 这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的藏匿地点 不过等他们找到男人后 又再次失望 因为他也不是凶手 不过男人向他们提供了份名单 据他调查 这些死者曾经都是仿生人的实验对象 但现在已经被杀的所剩无几 而他查这些的目的 也是因为自己是其中的实验人员 在得到名单后 侦察员们立刻展开调查 他们找到个货车司机 也许他与本案有着关联 但奇怪的是 无论他们如何询问 对方都好像在隐瞒什么 没办法的侦察员 只好开始盘查货车司机 黄世鹏的档案 在警方的档案上显示 黄世鹏的女儿今年七岁 可奇怪的是 在国家档案库中 并没有找到他七岁前的任何记录 而他妻子在医院的病历上 又明确表明是不孕不育的体质 那他的女儿又是从何而来呢 为了让黄志鹏说出实情 承诺便开始走访住在他家附近的邻居 果不其然 邻居通通都说没见过他女儿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并且他们一家刚搬来时 黄世鹏的妻子 就天天都盯着别人家的小孩子看 这点更加坐实了 黄世鹏的女儿就是仿生人 为了让他说实话 承诺直接取来仿生人药剂 要给黄世鹏女儿注射 吓得他只好把实情都说了出来 原来名单上的李毅 跟他是好哥们 但不懂出于什么原因突然就离开 不过李毅这个人讲义气 时不时就会来看他 迷中迷 暗中暗 到底谁是大坏蛋 还每天都徘徊在路边摊上 吃客人剩下的垃圾 路过的男人看他可怜 便给他点了份炒面 见他这副模样 都以为他是跟父母走丢了 为了他的安全 便将他送到了警局 虽然说对方家长正在来的路上 但男人的妻子却显得格外心疼 特别是掀起他袖口看到伤口时 总有骨说不出的滋味 不过女孩说是自己摔伤的 他们也没再好说些什么 没曾想 隔天女孩又到了外卖摊上 恰好又被男人碰到 在问了几句话后 男人决定将他送回家 看看他的父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的父母正在家里开派对 听到里面传来的低追声 让女人气不打一处来 他立马就想冲进去和对方理论 可女孩却拦住了他 听着女孩的描述 他们也是没了办法 女孩表示自己能进去 让他们放心 话虽如此 可妻子看着他满身的伤痕 还是想为他做些什么 隔天 丈夫便去找女孩的父母理论 可谁知 对方的父母 竟然利用男人的同情心敛财 或许是想到了什么 男人立刻把女孩的遭遇 告诉了社区的何警官 顺便来探探警方的口风 然而警官没有赞同这件事 但也没有反对 既然这算不上违法行为 他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 由于妻子是不孕不育体质 两人决定将其领养 他们马上把女孩接回家中 就这样女孩成为了 原来他之前的父母 为了拿到家里的遗产 特地到黑市上定制了个仿生人 等他们拿到遗产后 就觉得孩子麻烦不想再养 所以才放任女孩到处流浪 这才被好心的黄石鹏给买走 然而购买仿生人是违法行为 女孩很快的就被一个 叫明眸的组织查了出来 因为黄石鹏一家 牵扯到了一起连环杀人案中 警方迅速将他们包围 还把女孩之前的父母找了出来 女孩没有办理手续 黄石鹏只能将孩子交给明眸集团 调查员保证 只要他们手续补权 就会将女孩还给他们 事到如今 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但前提有个条件 就是要说出其他仿生人的下落 可女孩并不知道 他只告诉安秋 其中一个叫李懿的仿生人 会经常带礼物来家里 而他们现在下的国际象棋 就是他送来的 敏感的安秋 立刻查看起包装盒上的地址 到底是什么样的变态 在用绳索勒死好友后 还要在尸体周围画画 像是在做某种仪式一样 等待一切完成后 他靠坐在好友身边 然后用刀再捅进自己身体 并且嘴角还微微上翘 这种变态程度 简直令人几倍发凉 他之所以自残 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 因为在货船上杀人 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脱逃 就算是能逃出去 也会被监控发现 所以他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方式 果然不出所料 侦察员们发现尸体后并没有起 突然从案发现场藏来动静 承诺马上追了什么去 不过正巧赶上了工人吃饭时间 就这样 他们以为的凶手溜走了 然而真正的凶手 被侦察员安秋送进了医院 没办法的侦察员沉默 只能回去船厂查看监控 虽然是找到了当晚那名潜逃人员 但他已经消失不见 由于对方是仿生人 法律暂时对他们还没有作用 现在除了守株待兔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不过侦察员安秋觉得 还是先走访李懿的关系网 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凶手的信息 然而就是他们这一招 竟找到了船厂里逃跑人员黄达 在两名侦察员的包围下 成功将他抓获 面对侦察员的询问 除了杀人以外 他全都供认不讳 原来 他是发现李懿是仿生人后 便时不时向他勒索 而他之所以出现在凶案现场 完全也是因为找他拿钱 但没想到的是 他赶到时 李懿和另一名男子 早已躺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他也没多想 毕竟人未踩死 鸟未失望 他顾不得那么多 继续在李懿身上搜索钱财 突然听见有人过来 他才藏了起来 完全都是他自导自演了这一幕 不过等他们反应过来为时已晚 在医院躺着的尹天红 早就溜了出去 正巧被等电梯的安秋撞见 他立刻跟着尹天红来到地下室 没曾想 他突然从安秋的背后出现 而且还给他注射了仿生人鉴定液体 他怎么都不会相信 自己竟然也是一名仿生人 接下来的几天里 安秋完全不在工作状态 如果说他也是名仿生人 让他自己怎么从来都不知道 为了搞清楚自己的来历 他马上通过警方的资料库 查到了一所庄园 据说之前是仿生人俱乐部 而且这是第一起连环凶案的现场 据当时俱乐部工作人员描述 尹天红和死者并不认识 而且两人并没有交集 不可能会连接在一起 为了搞清楚尹天红的杀人动机 安秋只能按照约定时间 准时来到杀人魔的约定地点 男人爱上了的酒吧小姐 为了表达爱意 他特地准备了份情书 在他上班的酒吧等候 正在他盘算该如何表白时 突然冲出来了一伙人 原来男人只是个仿生人 天生就被设定好了初始执念 根本就不配谈情说爱 正当大家在戏耍他时 暗恋对象正缓缓地从人群中走来 从他的表情看不出任何喜悦 却显得异常的淡定 因为他也是个仿生人 他冷漠地丢掉信封 不管不顾他的感受 念起了这份结束他生命的情书 信里肉麻的文字 让在场的仿生人都笑得不停 为了进一步羞辱天红 罗素当场撕毁了情书 恶狠狠地丢在了地上 没人知道他的内心有多么的煎熬 他想冲上去问个明白 却被身后的仿生人拦在原地 在被打的遍体鳞伤后 他还是没有放弃 在罗素下班路上将他拦住 然而这时他才知道 原来罗素的初始执念是玩弄男人 不管是谁 不管付出多少感情和代价 到最后的结果全都一样 因为这个系统设定是无法打破的 可天红的爱已经深入骨髓 如果自己得不到 那就会将他毁掉 于是天红就这样活生生将他掐死 并且死后还补了十几刀 来宣泄心中的不满 从这件事情以后 他就彻底觉醒 把杀害仿生人当成是他的任务 天红认为只有他们死了 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解脱 然而现在他把这个秘密 告诉安秋的原因 就是想让他帮忙 将仿生人研究中心的数据偷出来 见安秋不太愿意 他又说出了另外一个秘密 原来 安秋之前 也是被名谋抓去研究的仿生人 但是在被押送的途中发生了意外 被他逃了出来 不过他的哥哥就没那么好命了 是谁杀过的 承诺 听到天红说的这些 他莫名地流起了眼泪 但也不懂该如何是好 而在另外一边 承诺通过医院地下室里的监控视频 发现了安秋和天红 他马上联系警方 向监控里的车主 取得行车记录仪的同时 并且立刻打去电话质问安秋 你真的没有见到影天红吗 没有 男人在海边捡到个仿生人 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他并没有将其交给警方 或许是想到了什么 女孩解开上衣的扣子 俗话说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女孩以为是自己身材不够好 他只好将自己的遭遇全都说了出来 他之所以能被李洪伟捡到 是因为他们正准备偷渡出国时 在半路遇上了海景 没办法的舌头 只好让他们跳海逃生 这才遇见了好人李洪伟 我的初始执念 是让主人开心 说着他又将衣服再次拉开 想要以身相许 却没想到 李洪伟根本就不好这口 由于职业的问题 导致他从没接触过女人 所以他只想谈一场普通的恋爱 之后 他跟一念经营起了一家烧口店 日子过得是不易热乎 生活也有了新的盼头 本以为自己可以一直这样甜蜜想去 却没想到 一位老同学的出现 会打破他对未来的幻想 因为这个同学不是别人 正是访生人调查员承诺 只要是被他查到的访生人 无论如何 都会被研究中心给带走 而洪伟对此还浑然不知 正热情地招待老友 并且让他明天一定要来 参加自己的订婚宴 由于他很小时父母就已经不在 所以当天洪伟请了一堆老同学 在他们的祝福下 见证了自己的爱情 也就在这时 承诺突然接到了海峡轮渡打来的电话 让他马上过去调查之前丢失的访生人 他顺着档案 找到了当时海船上的负责人 据他描述 其中一名负责走私访生人的 正是同学李洪伟 可毕竟他马上就要结婚 又有多年的同窗之意 承诺并没有拿他怎么样 只是单纯地警告了一番 为了继续调查其他访生人的下落 他们又在监狱 找到了另一名舌头 并且还认出了李洪伟的女友 还真有仿生人活下来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同学的结婚对象竟然是一名仿生人 为了确保李洪伟的安全 侦察员们立刻对他家进行包围 不管洪伟如何哀求 都无法留住自己的女友 承诺知道自己拆散了他的幸福 也不懂该说些什么 就这样 一念被遣送回试验基地 而洪伟也锅当入狱 或许是出于自责 他低下了头 任凭对方谩骂 毕竟君子有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其实他也不明白这样的 到底是对还是错 毕竟事情没发生在自己身上 也无法感同身受 然而他怎么都想不到 报应竟会来得如此之快 他暗恋许久的安秋 竟然也是名仿生人 不弯弯导演拍的仿生人间 真的不能用烂来形容 他简直就是垃圾 有句话说的好 是石头到哪里都不会发光 看到结尾我也没能明白 虽然说这部剧最大的噱头是仿生人 说好听点叫题材创新 说难听点就是冲什么的娃娃满大街都是 他们会说会笑会伤心 而且心里的感情跟真人一模一样 你的需求就是他的初始执念 也就是系统初产设置 而就有一位这样的智障博士 想帮助仿生人摆脱他们的初产设置 将他们变成真正的人类 结果他的痴迷 疏忽了对儿子的关心 导致儿子承诺痛恨仿生人 想将他们赶尽杀绝 于是他通过自己的帅情 加入了母亲的公司 可不知道为什么 母亲就意外去世 他觉得其中定有猫腻 于是就展开侦查 结果陷入到一起连环杀人案中 凶手将仿生人打昏 并且在他们周围画下奥义阵法 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并且凶手还得他们套上麻绳 编制成类似蛇尾的套子将其烧死了 故事开始是十分带感 可不知道为何 编剧故意把男主写成了弱纸 见到队友和仿生人快被大火烧死 他不管不顾地跑去追凶手 为什么不教他 我跑要 随着去抓凶手 这不就是白痴的回答吗 有什么能比救人更重要 这事情过后 男主不仅没有被组织惩罚 反而更加受到了重用 而且还给他新配了一名女同事 就是心理学家安秋 看到这里我还以为事情会有什么反转 其实并没有 就是故意要把女主变成他搭档而已 这波细思极恐的操作 我给陈正道导演点个大大的赞 你可真会拍 之后 男女主就展开对仿生人的侦查 在此期间 他们拆散了别人幸福的家庭 一对夫妻无法生育 领养了个可怜的仿生人 被承诺发现后 他们将13岁的小女孩 遣送回了实验中心 这不是脑残是什么 看得我是愤怒至极 好端端的家庭 就一定要给别人搞得支力破损 才肯善罢甘休 然而这事情没过多久 承诺又将准备结婚的同学 送入大牢 只因他的未婚妻是仿生人 不管同学红伟如何苦苦哀求 他都要对工作认真负责到底 他到最后怎么也没想到 暗恋对象安秋 竟然也是名仿生人 而且自己还是杀害他哥哥的凶手 这下他彻底慌了 没办法的他 只能拉着安秋说出实情 而安秋早就知道 并且还认识连环杀人犯 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天红故意开直播 让安秋杀死陈浩以此证明 仿生人的存在是有危险的 这段我不懂编剧想表达什么 结果安秋没有动手 气急败坏的天红 直接将他变成了人质 最终天红被击毙 到这里连环杀人案也终于告破 演到现在我都没能看明白 凶手杀仿生人画下涂鸦 并且还用麻绳 将他们绑成了人鱼的模样 到底是为了什么 然后到结尾 他和安秋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可编剧好像忘了 还在坐牢的李洪伟 到结束都没能放出来 而且这部剧的设定是在未来 看到男主母亲用了翻盖手机 和男主开的车 我都非常惊讶 所以事实证明是烂片 到哪里都是烂 不建议大家去浪费时间 至此 这部披着未来科幻的悬疑大作 终于落下帷幕 也结束了我 长期以来的精神折磨